我叫董昭 江苏徐州人 我是用了近七年的时间通过自学考试 获得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在近六年的工作经历中 从互联网到金融行业 从事的都是销售方面的工作 那今天在非你莫属的舞台呢 是想同样求职一份销售到销售管理这样的一个岗位 谢谢大家 你要求职的意向岗位是销售或者销售管理 是 有意向企业吗 有的 松鼠AI还有那个少年得到 意向薪酬是 一万二家 你的地点呢 有需求吗 地点其实之前的时候就是有那股劲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考虑北京 然后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就以徐州为主 北京的话 待考虑 这里面是包含了有家庭的原因吗 是的 宝贝现在是五岁 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 想让我以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孩子为主 但是呢 我又觉得 我如果在外面能够有更好的打拼 更好的收入的话 对我宝贝也是另外一种的陪伴 会给到他更好的资源 12K的意向薪酬不低啊 是吧 尤其在徐州 跟我们说说你的这个职业之路 我14年的时候回徐州 那时候我是在南京上学 14年回徐州的时候 进入大众点评网 是以BD的身份来做 那个线下推广比较多 那当时是以拓展商户为主 因为像美团当时在徐州地区比较强势的情况下 我们要去挖他的头部和中部的这个客户 其实是非常难的 就切入点比较难 不断地去膜拜这个商户 我当时记得是有一家 就是自助餐厅 在徐州当地非常有名气 拜访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没有拿下来 那我们在 它是有一个机制的 如果你要是再晚一点的话 客户就要被 就轮流到下一个同事那边了 所以最后我就是通过 请他们那个领导 就晚上的时候去吃了一顿饭 然后真的是喝的还比较醉 通过这种方式 我觉得不管是因为我的勤奋 还是因为我的这个执着打动了他 最后我们是成功的成交了 听起来是一个客情形的销售 那我觉得这位选手啊 就是在非你莫属的面试上 是表现得非常好的 就是说话很干脆 你有具体的例子 然后说的也非常的直接 其实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沟通的 谢谢老师 就是你是2016年因为生育的原因 生孩子的原因 是 那在你怀孕的状态下也在工作吗 对 说起来的话 你这个工作性是很辛苦的 销售应该都是这样 那你当时大着肚子 你家里人放心吗 你自己不害怕有什么意外吗 没关系 因为如果当时想顺产嘛 就是要多锻炼 以这种情况啊 我觉得当时也觉得是稍微有点委屈 就当时肚子也比较大了嘛 然后就是在拜访客户的路上 我是骑那个电动车 就不小心 不小心和人家有一些碰擦 然后当时就觉得啊 挺委屈 为什么就是这样大着肚子的情况下 还要坚持的这样去工作 也主要也是想给宝贝 就是都想给他最好的 所以就还是要 自己还是要坚持一点 这位选手上来以后 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 特别坚韧的那个状态 对 你像说职场女性这里面很正常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有很多女性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时候 就会很心疼自己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在你身上 真的是看到了特别坚韧的一点 这是在销售身上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职场嘛 就你现在是在工作 你如果想好好的去养孩子的话 你就回家好好养 那你现在既然还选择了工作 而且你在假期 就是你哺乳期的时候 公司不是还会给到一定的补贴嘛 那我觉得你只要 你这是你 就双方都乐意的情况下 就我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定能多说吧 就不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应该做好自己的事 是自己的事 还是自己的事 就是自己的事